小米12曝光信息汇总 骁龙898 2亿像素相机 本次双11小米公司声音很小 只有红米发布了新机 Winiti11系列参战双11 而小米选择搬出此前发布的Mix4和MixWallet 虽然这两台机型优惠力度都非常大 但相信大家还是期待新机更多一些 我汇总了有关小米12系列所有的曝光信息 让我们在发布会之前提前了解下吧 10月30日套有保密壳的小米12惨遭泄密 跟此前曝光的信息一致 小米12将会使用120赫兹RTPO 自适应刷新率屏幕 采用居中挖孔方案 双区面屏幕Mix4的影像系统 是这台手机的最大短板 近两年来小米都没有在影像功能上 为我们带来太多惊喜 这次小米12有望首发 三星2亿像素手机传感器ISOCEP1 开传感器拥有2亿像素1分之1 22英寸超大底 可以拍摄2亿像素照片 也可以合成5000W、1250W像素照片 支持4K120FPS和8K30FPS视频录制 这次小米12摄影这块 看来是要支撑起来了 据爆料 小米12将内置5000毫安时超大电池 支持67W快充 虽然现在的快充技术 已经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20W 连不了2000的Venny Neumte1都用上了 小米数字旗舰还是没能支持百瓦快充 还是有些令人遗憾的 不过小米12系列采用了新的双电芯材料和设计方案 也许是对快充行业的一次新突破 以上就是小米12系列 目前所曝光的所有信息 志在冲击高端的雷军 能否带给用户一个惊喜的价格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